主辦單位安排給選手休息的白棚下 卻空蕩蕩 一個人也沒有 放眼望去 事先準備好的桌椅 也全都堆疊整齊 因為17日 全中運在花蓮禮遇潭所舉辦的 蜻蜓賽事 有選手染疫確診 17日晚間 全中運一名蜻蜓選手 在比完賽回到飯店後 發現身體不適 更出現發燒症狀 隨後自行快篩陽性 全中運指揮會也立即安排PCR採檢 最後確診染疫 目前相關單位也已經針對 同棟的210名選手 對職員進行採檢 等待結果出爐 消毒病繞著鯉魚潭周邊 進行傾銷 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角落 全中運手起選手染疫 縣府也不敢大意 就怕病毒再延燒成一條獨立感染鏈 在花蓮繼續肆虐 現福育局在鯉魚潭舉辦的龍舟賽事停辦三天 衛生局也將二十日上午公告覆辦日期 若全部附賽 所有人員也必須提供24小時內的快篩陰性證明 嚴格把關 選手安全 華視新聞 林玉山 張憶君 許如新 花蓮報導